加拿大奇景正在調查疑似是中共海外110的 滿城華人服務中心 該機構近日刪除的一份網上登記表 帶有中共統戰部相關的標誌 引發關注 近日 《多倫多星報》報導稱 滿城華人服務中心網站上的一份登記表 印有華駐中心的徽標 華駐中心由中共統戰部直接運營 登記表下方的二維碼 鼓勵人們下載名為僑保的應用程序 這款程序由中共僑務辦公室運營 去年1月 加拿大法院認定中共僑辦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表格還要求提供登記者的社保號 出生地 在加拿大的身份 收入和微信帳戶等隱私信息 報導稱 登記表此前可在網站下載 但在星報詢問滿城華人服務中心 與中共的聯繫後不久 表格已被刪除 加拿大國會議員莊文浩發文 質疑魁省這家機構收集的信息 是否被中共利用並實施政治干預 加拿大隱私專員辦公室發言人強調 社保號是機密 只能收集和用於報告收入 幾週前 魁省移民部宣布 停止兩家遭奇景調查機構的大部分資助 魁省就業和社會團結部也決定 停止與其續簽項目合作協議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高雲林 美雪 加拿大報導 請拜託 趕緊提及刁